- 邀請到大來賓是東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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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邀請到東哥 大家好 - 我們今天很開心邀請到東哥 - 要來跟我們分析一下中止的總冠軍賽 - 因為今年打得非常的激烈 - 幾乎都在最後一場才分出最後 - 誰有辦法取得這個門票的資格 - 那我們今天想要先來 - 邀請東哥跟我們討論一下 - 中興兄弟今年一整年的表現 - 你怎麼看 - 分析是不簡單啦 - 就是跟現在看棒球的人 - 然後是討論一下目前的中職 - 所有的一個去向是如何 - 沒錯 - 當然說到中興兄弟的話 - 其實今年的中興兄弟 - 在整體的一個戰力上 - 從我目前在觀察當中 - 應該算在你比較整齊 - 怎麼說呢 - 就像在開機的時候 - 是 - 球團這邊 - 就有拋出比較大的一個成立 - 就是希望改造球隊 - 希望球隊能夠在今年拿下 - 像2020年的愛你愛你總冠軍的一個球隊 - 然後當然就很有成立 - 對 - 拿重金禮聘的 - 像這個曾經在大聯盟打過球 - 甚至於在日子不甘晚期 - 擔任過投手的 - 你難打 - 你怎麼知道 - 難怪他會讓我重金禮聘的名單 - 相當意有名 - 沒錯 - 還有像這個韓國的最多聖人 - 羅傑斯 - 羅傑斯 - 跟之前 - 本來就投得相當好的來福利 - 沒錯 - 在我們比較不熟悉的這個新楊島 - 對 - 今年有可能拿下這個投手三光的一個頭銜 - 德寶昂 - 德寶昂 - 德寶昂 - 是這樣子 - 德拉寶 - 哈哈 - 再來就是在近期的時間當中 - 也不忘了新楊島 - 曾經代表莫西哥隊的 - 對中法隊的先發投手雷艾斯 - 加入中心兄弟 - 向這個提升了很多 - 所謂的一個集戰力的一個投手啊 - 當然不能不提起這個 - 對 - 就是能夠讓本土投手有很明顯的成長的 - 教練團之一 - 客座教練 - 王健民 - 對 - 所以說 - 經過這樣的一個調整之後 - 明明白白 - 就看得出來 - 今年的中心兄弟 - 所以球團算是把所有 - 能夠找最好兩將的機會都找來了 - 對 - 那加上呢 - 譬如說教練團也都把它提升 - 那所以 - 東哥覺得這個部分是 - 他們中心兄弟今年三 - 三季會這麼齊全的一個原因喔 - 除了這些齊全之外 - 最主要還是球在這邊嘛 - 相當有高的氣圖性 - 想拿下今年的一個主觀區 - 那我們今年也有一個表現 - 非常突出的周詩琪 - 東哥覺得他的這個表現 - 有沒有整個帶動起來的感覺 - 其實有帶動的一個作用蠻高的嘛 - 簡單來說 - 其實在周詩琪 - 在技術的時候 - 並不是這個秋總的口袋裡面的一些玩意 - 沒錯 - 當然因為 - 畢竟是一個相當有經驗的這個球員 - 那經過在這個 - 例行賽的賽程的一個過程之後 - 那可能秋總也發覺到說 - 球隊如果是要打好的一個成績的話 - 不得不借藥 - 這資深選手的經驗值 - 所以東哥也是之前也是打比較 - 年紀比較大也是繼續有在打中心 - 那在調整上 - 會不會有什麼需要治癒的地方 - 你就如果年紀比較大的人 - 他要打中心 - 應該說經驗值比較豐富啦 - 當然是不會啦 - 周詩琪才三十幾歲而已 - 還有他沒必要 - 我必要 - 幫他平凡一下 - 平凡一下 - 其實也還好 - 其實每個人 - 不管是經驗豐富的選手也好 - 或是之前的選手也好 - 他們來到選場就是想要去 - 拚個有先發的一個機會 - 不管是周詩琪也好 - 當然他也是 - 失去了先發的一個機會之後 - 當他有機會出來的時候 - 他也跑得住 - 在整個調整的狀況上 - 的確也帶給球隊比較好的一個 - 過的一個貢獻 - 那我們總冠軍賽 - 如果要選擇一投一打的話 - 東哥會覺得誰是比較關鍵的人物 - 剛才有提到周詩琪 - 那就是他今年的一個表現 - 像這個 - 圈爾拉數量 - 是生亞最高的一個數量 - 就是22隻 - 那不用置疑 - 比他今年 - 如果打球冠軍賽的話 - 一定是球隊 - 比較仰賴的一個打者 - 可是呢 - 如果是要選關鍵人物的話 - 我會選 - 詹子謙 - 為什麼 - 為什麼 - 為什麼 - 我就知道 - 因為我一定要講這個名字 - 才會講說為什麼 - 對 - 那我選周詩琪的話 - 那是一定的 - 對 - 那不是話題 - 看說今天他的表現 - 剛才有提到過 - 周詩琪在今年 - 帶給周詩琪兄弟 - 有相當大的貢獻 - 不然是在 - 這個 - 母親戴小季的 - 這樣的一個 - 作用 - 這樣的一個 - 領導 - 再來就是說 - 他今年的 - 整個打擊狀況 - 貴身幫了這樣的好感 - 對 - 大家會說他是老鬼 - 如果說他是 - 總冠軍賽 - 能不能一起 - 太力打打打表現 - 那是一定的 - 對 - 肯定的 - 可是呢 - 大概在正常的一個攻擊當中 - 當然你一定不會奉獻 - 當關鍵時刻 - 二三的有刨折 - 然後一類类包是空手的時候 - 你會正面對解做事情嗎 - 這樣看你也明白嗎 - 可能會想選擇 - 因為他放到好 - 我們先把他放上去 - 直接就是把他 - 把他奉送到你的类包 - 來去針對詹子琪 - 在關鍵時刻喔 - 所以他如果他有辦法打出來的話 - 就會是第二個關鍵的人物 - 啪 - 可能就是兩分三分 - 比賽就定江山了 - 喔 - 所以 - 所以 - 我是用這個角度來去考 - 所以說這個關鍵人物 - 是在每一場比賽關鍵時刻當中 - 能夠適時的一個發揮 - 看誰有辦法保護周詩琴 - 周詩琴 - 那就有機會了 - 那今年重新兄弟 - 譬如說 - 兄弟你齁 - 現在對張子嫌 - 期待蠻高的 - 有時候在 - 他今年雖然有 - 二十支全球的一個表現 - 三成以上的打擊率 - 可是呢 - 有時候汪汪 - 在累上有人說 - 需要他的時候 - 會打比較不出來 - 重新兄弟 - 他打不算的話 - 他會叫他什麼名字 - 張子 - 最新 - 哇 - 周詩琴 - 看到這一種網路梗 - 什麼網路梗 - 但每個人都知道了 - 每個人都知道了 - 大家會跟你講說 - 他一骨是肝膀 - 對 - 今年的一個重新兄弟 - 打指這部份 - 是這個 - 我會選這個 - 張子卷 - 張子卷 - 張子卷 - 對 - 那偷的部份 - 還是沒辦法 - 對 - 因為從 - 數據的一個 - 考量當中 - 今年他對 - 統一師隊 - 或者是對 - 福報 - 或者是樂天隊 - 應該是 - 勝率高於這個 - 應該說 - 勝率高於敗 - 這樣的一個 - 好投 - 其實他目前在 - 勝投書這部份是16勝嘛 - 那 - 敗場這部份 - 都是在開祭的時候 - 說得出來了 - 所以說在後續 - 已經完全了解這個 - 我們台灣的一個職棒文化之後 - 越投越好 - 感覺起來 - 還是回到他家鄉一樣 - 所以他現在的狀況是倒式干爭 - 對 倒式干爭 - 那就是說他今年關鍵的一個角色 - 就是在 - 能不能在每一次出賽的一個 - 比賽當中 - 都能不能拿下勝利 - 所以東哥獎的這位 - 德寶拉 - 還有詹子嫻 - 是他覺得 - 總冠軍賽中興兄弟的關鍵人物 - 是 - 好的 - 那今年中興兄弟的對戰人選 - 就是統一師 - 在最後關鍵的時刻呢 - 擠進了總冠軍賽這個門票 - 那東哥怎麼看這個球隊 - 其實 - 同一師隊在開啟的時候 - 也是大眾比較沒有看好一個球隊 - 對沒錯 - 像這個 - 蔡苗組教練 - 包括他一個教練團 - 基本上 - 可能經驗值這部分 - 就沒那麼豐富 - 可能也是在 - 大眾比較擔心的一個問題 - 包括 - 洋將的一個 - 補齊 - 有時候 - 還沒有補齊 - 還沒有補齊 - 還沒有補齊嗎 - 我一直以為補齊 - 原來你要兩個 - 配三個這樣子 - 沒辦法補齊 - 其實比較可惜 - 當然在 - 奔魯德套的這部分 - 可能 - 胖慧魯 - 年次一高 - 可能 - 還可以繼續先發的一個假設 - 就自己順利 - 今年有時候會 - 中繼幫忙補一下 - 對 - 就像去年的獅子親 - 今年完全 - 可能 - 對方的達成已經熟悉了 - 可能 - 壓制這部分的人 - 就比較 - 欠缺 - 這個也是 - 在開啟的時候 - 這個 - 其愛 - 同一式的球員 - 都在建議的地方 - 那東哥怎麼覺得 - 那這樣 - 他們是怎麼集進總冠軍的 - 看來是前面的故事 - 其實他們 - 我也覺得 - 從這樣的一個 - 機會當中 - 也看得到 - 這些 - 蔡爾教練團 - 那種待遇的一個能力 - 對 - 他們以後 - 他們過往以前 - 選手的那種 - 角度 - 來去深入球員 - 那種 - 教練之間也花了比較長的時間 - 要如何 - 帶出同一式類的一個球控 - 對 - 進入到相關球技之後 - 卻有很大的改變 - 對 - 整個外野三軌 - 直接都壓起來 - 對 - 其實這個 - 三個外野手 - 嚴格 - 基本來說 - 他們本來就實力了 - 對 - 只說你要在那個情況下 - 你要怎麼去激發 - 他們的一個實力 - 也看到像 - 像這個 - 林烈平 - 對 - 跟這個 - 所謂教練高志剛 - 對 - 畢竟他們長時間 - 搭配 - 這個搭配 - 之後 - 對皮質創造的一個 - 內心都比較了解 - 從這樣一個角度 - 討論之外 - 來去 - 跟這些選手 - 來做一個分享性的 - 這樣一個溝通 - 相對的 - 選手在球場上 - 沒有壓力的情況下 - 讓他們進行的一個發揮 - 喔 - 所以東哥覺得說 - 統一式即 - 總管運賽主要是因為他們 - 跟球員之間 - 對 - 互動比較密切 - 然後比較像朋友一般 - 所以他們壓力沒有那麼大 - 沒錯 - 畢竟你選手在球場上 - 壓力的話 - 表現出來的這個結果 - 就沒那麼好 - 會幫手綁腳吧 - 那也因為東哥說 - 他們其實都是比較年輕的一些球員 - 包含教練團 - 那在總冠軍賽 - 他們的關鍵會是什麼 - 關鍵 - 逃手這部分 - 我會選成員 - 對 - 那 - 乙目現今的 - 養合這部分的話 - 因為 - 當然對球隊來講 - 能夠進入到總管區 - 貢獻 - 應該共了一筆 - 記在他們身上 - 沒錯 - 再加上 - 游房投手 - 就像 - 裡面比總教練 - 本身就是投手出身 - 對投手的調度上 - 可能有不到的敵面 - 對 - 加上跟投手教練 - 項目的溝通 - 希望會在游房這邊 - 用可能 - 進化最好的改氣 - 做一些軟體 - 能夠守處 - 在這個 - 中心這一塊 - 對 - 然後 - 最後就交給陳宇文 - 當然我為什麼選陳宇文 - 因為 - 有時候 - 陳宇文 - 在球隊 - 需要他 - 抓 - 五個出局數 - 或是四個出局數 - 出局數的時候 - 可能會提早上班 - 他可以第八局就有上場的 - 對 - 第八局大概就是 - 抓四個出局數 - 可能 - 尤其在總冠軍賽的一個系列當中 - 可能每一場都要出來 - 接下來就是說 - 每一場的出戰當中 - 整個 - 桃球的一個比值 - 是不是維持在一場的效果 - 這就是關鍵所 - 可能有時候會體能下滑的一個現象 - 其實在這樣的一個過程當中 - 在機賽也有看得到 - 對 - 如果陳宇文 - 連續兩場上的出戰的話 - 那種球質啊 - 包括空球這邊 - 都很明顯的 - 會稍微下降一點 - 沒那麼穩定 - 所以說 - 現在就是說陳宇文 - 如果在總冠軍賽 - 從第一場到比賽的一個結果出來的話 - 都一直維持在一定的水井的話 - 我相信會帶給球隊 - 最高點的 - 喔 - 不過如果陳宇文有辦法常常出賽的話 - 代表比賽的狀況也抓得非常緊 - 相對 - 這個球鑽個球沒有的時候 - 球隊是什麼樣的情況 - 領先 - 對 - 然後0.3分以內 - 對 - 可是連續出賽的話呢 - 是不是陳宇文的整個狀況 - 可以維持在第一場的那個狀況 - 每一顆速球都會打到150上 - 哇 - 這大家就一定要看起來 - 非常關鍵 - 沒錯 - 對 - 那打者這部分呢 - 就像這個 - 歐璇 - 林安可 - 林安可 - 雖然他竟然有 - 鬼神棒的這樣的一個 - 好的一個 - 狀況 - 可是呢 - 它是 - 鋼軟 - 打者沒多久 - 而且是第一次打總冠軍賽 - 嗯 - 相對的那個經驗值 - 可能也比較不錯 - 沒錯 - 它有一個新的一個 - 中文名字 - 叫菜鳥 - 喔 - 因為我們這叫Rookie - 所以說 - 第一次打總冠軍賽 - 當然也會有那種 - 亢奮的心情 - 對 - 有壓力緊張 - 是不是這樣的一個 - 壓力造成他在 - 總冠軍賽 - 整個打擊的冠軍 - 沒辦法做法會 - 那東哥以前也打過很多次 - 你覺得 - 很有經驗的冠軍賽的參加者 - 跟沒有經驗的 - 會真的有落差嗎 - 應該是有落差 - 畢竟在 - 那今年因為受到疫情的關係 - 有很多 - 沒辦法去 - 預想一些問題 - 就像球女朋友進場的 - 這個人數啦 - 包括在 - 很多的在 - 行動方面 - 可能會有一些限制 - 對 - 預想到 - 選手 - 調整的一個狀況 - 那蔡苗齁 - 其實在加入到總冠軍 - 這樣的賽者 - 能夠 - 先發出賽的 - 機率都很低 - 對 - 那李阿騰 - 例子不一樣 - 畢竟他是球隊裡面的中心打者 - 對 - 可能 - 在那種 - 你說用國際賽的 - 這樣的一個方式 - 拿去做一些比較的話 - 可是 - 那種張力也不一樣 - 不太一樣 - 對 - 那種可能 - 機率要表現啊 - 可能就是 - 身負任務的 - 這樣的責任的情況下 - 有時候 - 壓力的 - 成分 - 太大的話 - 會 - 會 - 對聯軍選手來講 - 那也會有 - 意識能夠發揮的 - 所以東哥這邊 - 推薦的 - 關鍵的路大家 - 關注去看的 - 就是 - 陳宇文 - 還有林安可 - 沒錯 - 聽完東哥 - 經濟的分析之後呢 - 我們要來問東哥 - 怎麼看 - 今天總冠軍賽 - 誰會拿下總冠軍 - 不想看你問 - 不想看 - 哈哈哈哈 - 我瘋了 - 那到不那我先 - 那到不那我先 - 那到不那我先 - 我覺得 - 我覺得 - 我覺得應該是 - 講答案 - 講答案 - 我已經跟你講了 - 統一試射三百 - 他自己講 - 哇 - 從這個角度來看 - 蔡哥就是 - 娃娃全選 - 去支持統一試 - 統一 - 加油 - 喔喔喔喔喔喔 - 還有 - 加油 - 忘記了 - 那東哥呢 - 呃 - 我是要這個 - 分析的方法 - 上四號 - 來去 - 這個 - 這一次準冠軍賽 - 是那一隊 - 會比較戰右四號 - 戰右四號 - 對 - 那從戰力正分的話 - 我會 - 這個 - 中心兄弟這邊 - 給你比較高的一個分數 - 畢竟他們上下半競 - 上半競場的冠軍 - 對 - 那就是 - 我有比較保守的這個 - 預測 - 就 - 四勝 - 兩敗 - 然後這樣進了準冠軍賽 - 四勝兩敗 - 呃 - 我算 - 有沒有聽到我們的一個關鍵詞 - 保守 - 這兩個字 - 其實中心兄弟為什麼用 - 會員拿在經營的準冠軍賽 - 以他們在短期的這個賽程的話 - 以他們的一個戰力 - 都相當充足 - 羊頭又很猛 - 對 - 羊頭很猛 - 中心 - 他們的這個可以延續到 - 交給這個旅正常 - 對 - 來去守護戰 - 俊尾 - 然後最後泡麵 - 對 - 就是這樣一個戰鬥 - 的話 - 達成這部分 - 只要投手 - 能夠穩定的一個出戰的情況下 - 接下來就看 - 總教練跟這個 - 野手這邊做一些戰術戰的準備 - 相對的 - 一球的一個機率就有相當 - 如果以長時間打到第七戰的話 - 可能在戰力的考量上 - 還是中心兄弟 - 實力比較 - 畢竟他戰力比較齊全 - 對 - 可用之兵比較多 - 所以拉長戰線 - 還是跟他們比較容易的關鍵 - 那其實他的球隊的話 - 可能這次關鍵就會很難 - 好 那今天很開心邀請到東風跟我們 - 聊了這麼多有關於總冠軍戰的事情 - 那大家要看總冠軍戰 - 記得要鎖定Yahoo的直播喔 - 以上就是本週的Yahoo好棒棒 - 我們下次再見 - 掰掰 - 白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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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白天 - 白天 - 黃 - 過